大家好,我是學長,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的就是這個 何野流的咖啡旗艦組 那這個商品目前在折折木支 所以何野流都會做學長來開箱玩玩看 那這個商品其實大家可以很直觀的就知道說 它是一個為了外出在不同的場域使用 而研發出的一個成套的裝備 那學長可以跟大家講它最棒的兩個地方 快速跟大家講 第一個部分是它真的很用 就是你把它帶出去的情況之下 這個箱子是在它裡面有非常厚的泡棉 然後它的器材也安裝得非常的好 所以如果你帶出去的話 確實可以不用擔心說 你寶貴的器材會有任何損傷的 這是第一個好處 第二個好處就是 如果你很喜歡點滴法的味道 這一套用來做點滴法真的超簡單 應該是目前學長玩過的各個器材裡面 做點滴法超級超級超級好上手的一套 包括它的磨豆機跟手沖壺 真的為點滴法而設計 所以如果你喜歡喝點滴法的話 這一套確實還蠻值得投資的 OK 那我們就準備來開箱囉 首先從外觀的箱子來看 那這次的箱子使用的外層 我們是這個負面的防潑水的材質 所以你在旅行過程之中 如果碰到水的話 也不用擔心說你的器材會有問題 然後拉鍊也是用防潑水的這個設計 所以也不會從你的拉鍊的縫隙之後震水 所以非常的設計上面非常的巧妙 然後呢我們把箱子打開 OK 可以看到我所有的手中器材 都很安穩的放在箱子裡面 然後在這個過程之中 其實是任何的碰撞 幾乎不會影響到你的箱子裡面的器材 然後可以看到整個泡棉非常的厚實 然後呢跟每一個器材的銜接 當然都是卡的濕濕的啦 這樣子才能夠最有效的保護你的器材 然後剛剛那個開箱的儀式呢 其實各位可以想像 如果各位在戶外啊 或是露營的過程之中 帶這個箱子出去 然後把箱子打開的時候 有一點帥 對於各位的露營小夥伴人們來說的 這樣的感受度 其實就是這次荷野流這個錫建築 他想要做的 就讓大家東西不再動一塊細一塊 而是一口氣能夠把整個器材呈現出來 那這一次的手中設備呢 也算是蠻奇的 包括一個磨豆機 然後這是一個露咖啡豆的一個小圈圈 還有一個小工具 然後吹球 然後手沖壺 手沖壺上面還有溫度計 溫度計 然後一個下壺 下壺上面呢有一個蓋子 這蓋子同時呢 你可以用來 承接你沖煮完的濾杯 是一個很方便的小工具 然後濾杯 然後豆瓷以及豆罐 那整套 包括箱子的重量呢 大約是3公斤左右 對於戶外一族來說呢 確實是一個還OK的一個重量 尤其是他又做好這麼大的保護 那接下來學長呢 就把器材都拿出來 那我們直接來試用囉 接下來就來一一為各位介紹一下 各個器材 首先從手中譜開始 這隻手中譜呢 學長覺得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關於他的骨嘴 可以看到 當然整隻是鐵芙蓉的黑色的 然後呢上面有一個溫度計 那蠻方便的 上面有綠色跟紅色的框框 綠色就是基本上是OK 適當的建議溫度 紅色就是覺得 略微水溫略微高一點點 那整個鐵芙蓉的 所以他是可以直火 那這種鐵芙蓉的材質呢 你可能啦 如果你上爐去的話 要自己注意一下 它久了以後呢 下面可能會有一些刮痕 我是沒有很care 因為我覺得器材就是要用 那如果你很care的話 你可以考慮用滾水倒進來 基本上效果是差不多的 水溫不會降太多 那最值得說這把弧呢 就是它的弧嘴的部分 這把弧嘴它在扁滴的時候呢 超級簡單 而且呢 非常非常容易就做 一顆一顆的顆粒狀 那這個設計本身呢 確實真的蠻優秀的 除此之外呢 它的水柱呢 是比較小的水柱啦 所以如果你要用很大的水柱的話 它會比較不適用 但是如果你用小水柱的話呢 它的控制也是非常舒服的 也是垂直的水柱 所以這把弧的特例在這邊 當然有一些細節 譬如說 它的木頭的把手 然後下面這邊還有一個防熱的墊片 你看這些小小細節 所以你在握的時候 你不用擔心說 會不會倒熱燙到 所以蠻多小細節是做的還不錯的 那第二個呢 我們講一下這個濾杯 好不好 這個濾杯呢可以看到 各位看到它的顏色非常的特別 好像是金屬材質 但它其實是陶瓷 那這個叫做黑鐵柱 就是它是一種特殊的柱料 所以做起來呢 你可以感覺一下 好像是有點像是 復古的鐵鏽的這種感覺 但是各位不用擔心 它是完全不會生鏽的 那它的熱骨可以看到 就是這種半熱的 跟Kono是比較接近的 因為畢竟點滴法 就是Kono也就是和野流辣 那這種濾杯呢 其實很適合新手 無論你是要沖點滴法 或者是一般的手沖的話 其實它比V60來說 還適合新手 因為V60的技術層面是比較高的 那Kono呢 其實它的技術層面 比較不用這麼難 你可以沖出不錯的咖啡 可能沒有辦法花那麼多時間 來研究的新手來說 這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然後接下來第三個 我們先來加這個下弧 這個下弧呢 叫做背形紋的下弧 可以看到它的外側 其實裡側也是有 裡外側都是一樣的 它有一個很像是背形 你叫背形紋的一個紋理 所以看起來是質感真的還不錯 尤其在戶外 還能帶這麼高級的下弧 實在讓人有一點羨慕 真的是有點屌 然後上面有一個這個蓋子 其實它有一個很棒的功用 我學校學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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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完的時候你的濾紙因為還要貼水 用這個層級板放上去的情況之下 你就不會滴得到處都是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小貼心的東西 但是非常的實用 然後第四個我們來講這個磨豆機 那磨豆機當然各位也知道 磨豆機其實是整組裡面是單槳最高的 那當然它的風味表現也是非常有關聯性 我們先講一下它一些外觀上面 這個第一個是胡桃木的握板 其實做的還是不錯的 蠻溫潤蠻舒服的 然後我蠻喜歡這個鞋靶的設計 因為現在比較新的磨豆機都會做這個鞋靶設計 因為這種往下鞋對於初學者 或是說手比較美麗的人來說是比較好施力 你在轉的過程之中會發覺說 你的人體工學是比較符合的 然後另外一部分就是有一個矽膠圈 這矽膠圈對於手美麗的人來說也是一個非常好的 所以這個矽膠圈配上這個握靶 這個鞋握靶的設計 確實在省力程度上還不錯 然後它的切割速度也是蠻好的 走沖的研磨度大概40秒左右就切完整 所以整體來說 速度或是說它的研磨的省力程度 我覺得都是不錯的 OK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它的其他設計 整個豆潮大概是30克左右 那下面它也是一個內刻度盤的經典設計 那它上面有一點點小提示 然後呢 1 2 3 4 5 6 7 19 20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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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3格到22到23格左右 是學長用來手沖的研磨度 也是點滴法我覺得很好的研磨度 那我們在清潔或是使用的時候呢 你可以把它轉開 轉到最底 好 然後最底以後呢 把這個 好 刻度盤 把刀盤卸出來 然後還有一個彈簧 好 這個刻度盤跟刀盤是在一起的 然後最後呢 好 把我的扇蓋打開以後呢 就可以開始做清潔了 這時候就可以拿 裡面附的一個吹球 稍微吹一下 那如果你有毛刷的話呢 也可以搭配毛刷來使用 它可以更乾淨一點 那當然毛刷你要想要丟到剛剛那個大箱子裡面 基本上也是有空間的 那中間呢 是一個雙軸層的一個軸型 基本上現在 這個等級的魔鬥機 雙軸層也算是一個標配啦 雙軸層確實對於整體的 研磨的品質是 相對來說會增加非常多的 所以這個魔鬥機它整體的 做工啊 或是它精度度上面呢 就是蠻OK的 那如果你是要用來做點滴法 它的粒徑 我覺得是相當適合的 因為它算是屬於一個 風味上面呢 層次還不錯的一個 魔鬥機 而且它的算是 補杂味比較低的 刀盤的研磨的狀態 所以對於 喜歡做口感比較扎實的 點滴法來說呢 這樣的需求 我覺得 確實非常可以符合 OK 那最後呢 就是這兩個 豆罐跟豆匙 這豆罐呢 大概可以裝100克 然後它是一個這樣 有一個膠條的 所以放下去以後呢 是有一個氣密作用的 OK 那它是透明的 所以我也不建議各位 放在太陽底下曝曬 那這個豆匙呢 是 雞翅木 然後也是一個鐵芙蓉的豆匙質感不錯 然後每一匙大約裝到滿 大概是10克左右 所以如果你在戶外的情況之下 你也可以利用這個 大概兩匙左右呢 放到魔鬥機裡面 就可以完成你的充足 也是蠻方便的 那以上呢就是可以留 咖啡旗艦組的整體設備 那我們馬上就利用這個設備 來進行一次點滴法的充足囉 那我們先來磨豆匙 那我們今天呢就模擬一下 我們在戶外的狀態 所以我這邊就不用電子秤了 好 豆罐 好 然後豆匙 豆匙呢 我們大概做到平尺左右 就是10克 然後它有附一個這個 一個小工具 可以把它放在魔鬥機上面 倒的時候呢 比較不會倒出來 好 這是兩個平尺 就大概是10克 完成 濾紙的部分要自己準備 這是箱子裡面呢 可以簡單的 用一個小塑膠袋 就把濾紙放進去就可以了 箱子基本上呢 這濾紙這種薄薄的東西 放進去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打開 刀盤基本上我太會黏那個細粉 這點我是滿喜歡的 然後我們把粉拍平 直接加熱水 那加熱水的時候呢 我建議各位大概在六分滿左右就好了 不用太多 因為我們大概充300cc左右 那待會呢 沖的過程之中呢 很簡單 就是我們目標呢 這邊有看到一個 河野流三個字對不對 我們沖到流 看到流大概就是250-260克了 所以呢到沖到流這部分我們就可以停了 那如果你想要稍微記下石呢也可以 因為你畢竟有手機嘛 所以這沒有太大問題 我們可以利用手機來做輔助 剛開始 先點中間 好 然後可以很快速的 可以看到一顆一顆的顆粒就會出來了 那我們剛開始呢 就控制在這種 顆粒不要太快 然後呢我們滴兩分鐘 大約就是60-80cc的水 水不要太快 可以看到齁 其實超級簡單 就可以讓我的咖啡粉變成一個很漂亮的一個 膨起 這種膨起呢 幾乎可以說是點滴法的特徵啦 就是會有一個很明顯的 很飽滿的 飽水的 的一個膨脹 非常的舒服 那這個也跟這把壺它的手感有關係 因為你的點滴 如果你的滴起來的滴得比較差的話呢 是比較難做出這種很漂亮的膨脹 可以看到我是點正中間 但是我的這個膨脹的圓呢 一直慢慢的往外擴散 這代表說呢 我的水泥它也停留在我的濾杯裡面 然後慢慢的呢 往外面的粉去延伸 這個呢就是點滴法會好喝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齁 就是我們用很小的水量 慢慢的呢 慢慢的呢 讓我的粉都吃飽水 好 我們繼續維持一下齁 可以看到 邊邊已經有均裂紋了 看到嗎 這種紋路 就代表說呢 我的膨脹 非常的劇烈齁 空氣把我的粉層呢 都已經 撐出一些均裂紋 這代表說你的粉呢 是很完美的吃水 好 大概兩分鐘啦 其實這個過程蠻輕鬆的 因為糊 它已經讓你的點滴變得比較簡單 好 所以你不太需要有太煩惱控水的問題 那這也是這次河葉流這個 咖啡旗艦組我覺得最厲害的地方 好 糊確實很省事啦 好 兩分鐘結束以後呢 好我們休息一下 然後呢 點正中間 給水 然後可以看到會有很多的泡泡湧出 有看到嗎 泡泡湧出的時候呢 你就在泡泡的範圍之內呢 持續的給小水柱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喔 需要的小水柱 好 持續給就好了 然後呢 先不用繞圈 晚一點再繞圈 先開心的在正中間做 因為我們前半段呢 兩分鐘的風味上面呢 是比較飽滿的 所以後面呢 我們就稍微讓它清爽一點 我們不要從頭尾都這麼厚實 喝起來太扎實了 當然也是不錯 但是呢 我更喜歡的就是耐喝 所以我們後半部呢 我們大概繞個50秒左右 好 在正中間住所 做清爽的口感 最後呢 往外繞圈 把整個粉呢 都吃飽了水 好 讓它有點醃起來以後 好 然後看一下我的 我的下壺 好 大概到了流的位置 剛才跟大家講的 流的位置大概250-260 這時候呢 把我的上壺 沉接下來 就完成了 然後呢 可以看一下 我的 CC數大概就在流 河野流的流的位置 就是250-260 然後配合 兩豆匙的 這個豆匙 這樣子的組合呢 幾乎是任何人呢 都可以做到很好喝的點滴法 好 好 前段濃郁 後半段清爽 這就是學長很喜歡的點滴的層次啦 但點滴法也有很多的不同的變化型 一些人喜歡從頭到尾都濃郁 那學長比較喜歡前面濃郁呢 後面比較清爽的 像這樣做起來呢 就非常非常的好喝 非常非常的奈何 當然整個過程呢 大概才三分鐘左右 但是因為糊的設計本身 可能讓你省了很多事 所以呢 即使你在戶外啊 把美好的時光 放在美好的咖啡上面 其實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喔 我們今天 河野流的咖啡旗艦組的開箱呢 就說到這邊為止 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目前呢 河野流的咖啡旗艦組呢 也在折折上進行募資 如果各位呢覺得 我的戶外裝備 剛好缺這一套 不妨呢 可以看一下 折折的內容 如果很棒的話就下單吧 OK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掰掰